今天是礼拜五 也就是国内的端午节 虽然我们在美国 但是我们也准备给孩子普及一下端午节的知识 第一件事就是包粽子 这是我们从超市买的粽叶 我们泡了一个晚上 清洗完了 然后我们把头这边剪掉 不太好包 这是糯米我们从超市买的 我们提前泡了一个小时 不能泡的时间长 泡的时间长了之后 这个糯米会碎了的 这是我们腌了一点肉 我们没有五块肉 就腌了一点瘦肉 切了大块一点 腌了一会 这是我包的一些肉粽 我们老大呢 就非常喜欢吃白色的粽子 然后蘸点白糖吃 我呢 就不太喜欢 我喜欢吃咸的粽子 所以说我们今天就准 今天 今年的端午节 我们就准备了两种 一种是 就是这什么 纯的糯米粽 然后第二种是肉粽 当然你可以放那个红豆啊 还有那个红枣啊什么的 我们就不准备了 今天就吃两个 好 现在我教大家怎么样 就是怎么包粽子 我的方法 我只会包这一种 当然你有大家有很好的 有更好的方法的话 可以一起分享 我妈呢 包的粽子很好 但是我妈在国内 也吃不到她包的粽子 所以说我现在只能自己动手包了 我包的话 只能包这种叫枕头粽 我能确保的话 就是这不会漏 但好不好看不好看 大家就自己评论吧 好 现在我教大家怎么包 我一般使用了 两个粽叶叠在一起 先拿一点糯米 还有碱子 然后放一块肉 对 再把糯米盖上这个肉 然后再盖一下 然后再盖一下 又一颖 太多了 太多了 这个一定要捏紧啊 这个一定要捏紧啊 对 捏紧 还有提紧 不捏紧的话 就容易会漏了 对 妈妈去发货 这是我们买的 尼龙绳 对 尼龙绳 这是好大的书业 这是很大的书业 这是从书业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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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打个结 对 打结 还有记性 这就是我抱的枕头种 就 未必好看 但是 我个人觉得就是 尝试了很多次 就不会漏 没办法 呃 自己吃的话 就不讲究什么好看不好看 现在我叫个白种 白种的话就 就不需要加 你会洗澡 嗯 嗯 到时候 我看看吧 呃 送两个给邻居吃 看看 嗯 你继续不喜欢吃 对 白种的话就什么都不放了 对 白种的话就什么都不放了 就这样 里面就放糯米就行了 对 这里 卡住 卡住 打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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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好 嗯 他就过来 还有呢 还有 还有 还有鸡双 还有鸡双 这个 还有鸡双 这个 还有 嗯 手刀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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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包的东西 一盒煮的话我们就拿这个电房锅煮 这里面有个那个 那个 一个 一个 45分钟 然后让它焖一段时间就可以了 马上就可以吃 然后我又今天今天打算的话用两种方法 一种是用这电房锅压出来 另外的话 在之前的视频里面我们有那个叫铸铁锅 我想拿铸铁锅来来试一下 这是我们的那个铸铁锅 看看哪种煮出来的更香一点啊 好 现在我就打算把这些包完包完之后就开始煮 这是我们第一锅的 呃 冻子 里面有肉的 有白的 现在我们要把它放到天方锅里面去 好 盖上盖子 插上电 里面 我们要增加到45分钟 然后你门的话要好长时间 门的时间越长越好就行 好 现在我们就等着吧 我把这剩下的包完 剩下的话我打算拿那个铸铁锅来做 看看味道有没有差别啊 好 好 一会等结果看 这个粽子我们呢 有一个多小时了 现在这里面气已经放掉了 我们打开看一下啊 真的粽子 哎呀 挺香的 至少我是没有肉啊 你给我拿个网过来 陈姨在往吃冻子吗 陈姨在往吃冻子吗 哦 好 真的 真的好长饭 嗯 今天是动物节啊 第一块 嗯 这个把我们拿个块子 好 这个很烫 上面全都是肉粽 下面才是 还没有 还粽子 好 我们现在一一把它拿出来 这就是一垫放锅 煮出来的 哎呀 这个卡要是放肉全的 嗯 看至少都没漏 是不是 这有一点点裂开的 重的太大了 我们现在开吃 要不要开吃 哎呀 太烤 今天的话总算把这 这几个台阶给收拾完了 呃 今天晚上可能会下雨 下完雨之后 等干燥了之后 我们就把它油漆涂上 今天买了一桶那个 防水器 一加轮的话 四十六块钱 挺贵的 我们现在已经把火生起来 你可以看到 然后注解锅里面放的是 我们今天包的 粽子 我估计也就是我们第一 一个用注解锅来煮粽子吧 不知道煮出来的味道是什么样 刚才 用电饭包做出来的粽子的话 味道挺好的 全是那种糯米和粽子的香味 屋子里 现在 我们可能要煮个 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再看看吃 这效果怎么样 我打开盖子看看 水有没有开啊 哦 谁开了 看这粽子 哎呀 这效果 旺旺的 在这跟大家说 动物节快乐 我们一会再吃 我吃了半个粽子 我再多吃一个 好了 人做出来之后 我们烫点效果怎么样 我们这里 焖了可能有一个小时了 那就看一下 不知道看得清楚 就是我们发现 拿铸铁锅租的话 这个 种子的水啊 比用电饭包煮的浓 应该是熟了 可以看到这玉米 这糯米已经 都露出来了 大家端午节快乐 多吃几个粽子 这天马上要下 下雨了 说八点钟的话 百分之百有 雷暴 雷震雨 我的天啊 我是既希望它下雨 又不希望它下雨 希望它下雨的话 就是我不用给这草的浇水了 另外我也可以收集这个雨水 但是如果它下的太大的话 它就很容易把这个草给冲掉 这是我刚种的新的草 你看 稀稀利的 就是因为这 这下大雨冲的 这涂一块 那一块 估计秋天的话 我还要补种一些草子进去 好了 这就今天的视频 拜拜